我注意到了相关的民调 这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正义呼声 乌克兰问题演变到今天 来龙去脉十分清楚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所作所为 一步步将俄乌矛盾推向了火山口 美国不仅没有采取缓和局势的实际行动 反而不断拱火交游 激化矛盾 逼迫各国选边战队 制造非有极敌的寒蝉效应 这不是霸权霸凌 是什么 乌克兰问题暴露的 美国霸权霸凌行径 只是美式霸权的冰山一角 美方固守冷战思维 热衷以意识形态划线 大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挑动对立对抗 其真实目的是延续自身霸权强权 美国惯于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 通过发动颜色革命的手段 挑唆地区争端 甚至直接发动对外战争 加剧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紧张 谋取巨额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优势 美国还动辄挥舞单边制裁大棒 打压遏制他国 大搞经济胁迫 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美国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合则用不合则器 其所标榜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就是美国维护自身强权霸权的帮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